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大家在物語2專心偷蛋的時候 有沒有人和我一樣 經常還沒有摸到心儀的那顆蛋 但是因為不想要吵醒魔物 打架就浪費時間 只好抱著當下的那顆蛋就離開了呢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一個小bug 熟悉這個技巧之後 就可以做一隻貪心的騷鳥啦 影片開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可以獲得很多會員的專屬福利哦 先來用單人遊玩的情況做演示吧 這裡我故意去吸引一隻青熊獸的注意 這個情況和偷蛋被發現了是一樣的 在青熊獸撞過來 已經臉貼臉的瞬間 立即長按住加號來打開地圖 打開之後 立即再按B鍵關掉地圖就好了 就會發現並沒有觸發戰鬥 青熊獸穿過去了我的身後 但是要記得要繼續逃跑哦 因為它是有機率會轉頭 再次看到我們就會繼續追的 如果是在偷蛋的話 只需要跑一小段就可以跑到出口了 身後的魔物是不會追出來的 再來看一次 故意去挑釁青怪鳥吧 在臉貼臉的瞬間 開地圖 關地圖 就可以穿過它的身體繼續逃跑啦 我有試過單人去偷蛋 在抱著蛋比較慢的逃跑的狀態 開地圖的這個時機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能需要多嘗試幾次 去抓一下自己的手感 這個方法是用於只想要一心去偷蛋 不想要打架也不缺魔物素材的 騷鳥們使用的哦 但是呢 我發現在共鬥的模式下 將後打開地圖躲避魔物的時機 和單人在遊玩開地圖的時機會很不一樣 猜想可能是因為聯網有一些延遲的緣故 我們不可以等到魔物的頭 已經貼上來的時候才去開地圖 開地圖的時機是要在魔物發現你 叮叮 然後它大概跑個3-4步的瞬間 才開地圖 這個時候 通常魔物還沒有非常靠近 但是請注意 共鬥模式是不能立即關掉地圖的 先來放大一下 會看到魔物的小紅點 當和我們人物的箭頭在不重疊的時候 才可以關掉地圖繼續跑 一邊跑一邊還要將視角轉向身後 有的魔物會傻傻的看後面就找不到人 也有的會轉頭看到就繼續追 再次快要被追到的時候 就再來開一次地圖 當看到紅點和我們錯開了 關掉地圖繼續跑 可能會需要重複個1-2次 直到跑出去交付蛋為止 這個方法 或者說是bug 主要看的是加號開地圖的時機 最初我也失敗了好多次 其實也蠻難將這個時機 跟大家描述的非常準確 所以還是建議自己去嘗試看看 來練習一下手感 如果在被追的時候 就來按加號看看能不能躲過吧 如果躲到了就是賺到了 來節省了一些時間 不然的話就去打一架 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如果大家對於抓這個bug的時機 有其他的小技巧 非常歡迎在評論和我分享呀 讓我們一起來做一隻貪心的騷鳥吧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物語2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